经过消防救援人员、武警官兵和事故调查人员的共同努力 今日下午16点30分左右 在事故现场主要撞击点东南方向约20米处 表层泥土中发现两部飞行记录器中的一部 在现场,调查人员对记录器进行了初步检查 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 存储单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 但相对比较完整 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语言记录器 也就是CVR 我们已将其连夜送往北京的专业机构进行译码 记录器所记录的数据下载和译码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出现损坏 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完成一码后将为分析判断事故原因提供重要的证据 接下来 调查人员将继续全力搜寻另一部飞行数据记录器 也就是FDR 为还原整个事件经过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